我老婆也還有一次幫我借個通告 跟我說 終於有人找你做活動了 因為以前我們都在節目錄影 很少有人找我們去做活動 結果我就封城普普的 跑去那個雲林 幹嘛你知道嗎 養鴨場 到處都是鴨子 呱呱呱呱呱 人家是那個養鴨場扮的尾牙 冬天冷得要死 然後在那邊吃 吃 然後那個 然後又上去致辭 然後還得唱歌 那時候沒歌可以唱 我那時候只有一首歌叫做 《東眠》 我說為大家帶來《東眠》 台下賓客說 還被人家罵 有這首歌喔 如果你要 什麼高的是我 全部時間 你就讓他唱了是不是 尾牙 好 然後呢那個結果搞半天喔 那個收到一個紅包 我本來有紅包 尾牙紅包 兩萬 三萬五萬不為過吧 結果呢就拿到一個五千塊 那經歷過這些事情呢 我就說 說我們的默契真的太差了 然後你這樣子弄會耽誤我很多事情 那為這事情吵過很多次這樣 經常喔 他在那邊講電話喔 然後他開始有壓力了喔 因為我就坐在他旁邊 製作單位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就越聽越不對勁 然後我一直暗示他說不要接不要接 那他也聽不懂我的暗示 一直逼到我說 他說吃大便啦 跟他說不要啦 欸我 然後他我老婆還沒聽到喔 我說叫他去吃大便啦 不要接 對方那個發通告的人啊說 欸玉琳哥怎麼叫我去吃大便 我音量大到人家都聽到了 我老婆還不曉得說要委婉的去拒絕人家 後來呢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一直溝通一直溝通 欸就有默契了 現在的默契是什麼 現在默契啊他們講電話 我只要說 比方說那個通告是OK的 他根本 連那個什麼眼神都不用啦 他看我的表情 你要找我們玉琳哥 什麼時候的通告 禮拜五喔 主持人是誰 瓜哥 如果可以我就會 醫生 好可以 我們跟你那個 主持人是誰 乃哥 更好 誰主持人是納豆 就不要 被一吵 就是罵髒話了 三聲就是罵髒話 就是罵髒話就是不要了 對 OK 那有這種默契以後呢 其實喔 剛剛當然講有點趣味 其實現在根本也不用我在旁邊 就是他自己接電話 他就都知道說 什麼樣的屬性我會很樂意去做 什麼樣的屬性 去錄還是會去錄 因為有經驗了嘛 對 但是就不會 不會那麼開心 那為什麼怕老婆懷疑你 沒有 有一種情況是說 有些事情也不要去講清楚 就是說 男女之間的親密行為 以前我們不是常討論嗎 我想要你不想要 我想要你不想要 有的女生直接就會問說 你到底怎麼樣 你今天行不行 今天能不能做 我就認為這種事情 講太清楚了 有女生這樣講喔 直接講喔 老夫老妻會喔 你行不行啊你 對 老夫老妻 行不行啊你啊 老夫老妻有時候到後來會變這樣 不相信有女人會這樣耶 有 真的 久了會 就是久了會 你應該不是 不是不是 你應該剛認識就會這樣講的話吧 久了會 大家每天都是看電視看電視 然後就會問說 今天晚上要不要 對 如果這樣子就 老夫老妻就不會 老夫老妻真的有時候會 拒絕是什麼原因 沒有 因為你如果跟他說 喔 不會拒絕的啦 因為拒絕 有時候下個機會什麼時候來 你也不知道了 他是不敢拒絕 我 絕對不能拒絕 我也不會拒絕啊 就是硬著頭皮要提槍上陣 我有一次就是只是說 欸 可是我很累耶 我白天喔 你也知道我又去騎車 然後那個 最近精神壓力又很大 我光是講到這裡而已喔 他也不用跟你對話 他就好 好 OK 我跟你講喔 女生摔門分兩種 如果只是 就算了喔 那表示他可能還在 有點耍可愛這樣喔 如果 會聽到 他一旦反鎖以後 你沒辦法了 因為 你睡哪裡 那表示他拒絕你啊 所以從那以後呢 你就根本不能拒絕的 而且他會不會因為你拒絕 女人有時候會亂想 懷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 會 會 會 我跟你講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對你已經失去了 女性魅力 對 我覺得這會讓女生自卑 平常互訴中情的 這種心電感應 這邊的女生好像 一般女生好像 都不見得有那麼雷達 那麼清楚 可是 懷疑他有女人的那個心電感應 女生超清楚的 超清楚的 超清楚的 現在講過這一個我跟你講 我覺得為什麼 男生連分手都不講清楚 因為我那時候跟我那個男朋友相處啊 就是 其實滿開心的 就 每天我就等他要下班 下班我們就去吃東西啊 看看電影啊 然後就回家睡覺 然後就 假日的話 我們還是在一起喔 就是會去踏青啊幹嘛的 然後每天都嘻嘻哈哈的 我也會跟他的朋友相處 然後也都很愉快這樣子 那突然有一天我睡醒的時候 我起來 你知道女生有一種 有一種感覺 你就在自己的家裡 從第六感 一醒來你走兩步路 嗯 好像不太對喔 你就趕快把櫥櫃打開 就他放在我家的衣服 然後我就開始四處找 就是他會放東西的地方 然後我就打給他 然後我就打給他 我說 會不會招小偷啊 招小偷也不會只偷那個男生了吧 小偷的size啊 小偷的size 小偷的size 偷他的沒有用不能穿啊 沒有我就打給他 然後我說 欸你東西幹嘛都搬走 然後他說 啊沒有可能最近就是 就是要藏在公司一點 所以就是先把東西搬回去家裡 離公司比較近 那我也就說喔好吧 然後 嗯 他朋友也來了 就是因為他是 就是 常常可能朋友來 我們就會一起出去嘛 然後 我就知道他們要出去 我說欸那我要過去 然後他就跟我講 不太方便 哎唷 然後我就 就他就對我 然後我越來越冷淡 然後我就 我就一直想說 是我做錯什麼嘛 可是我們一直 我們也沒有吵架 然後也沒有什麼不和的地方 我就越想越不對勁 我就 反正就一直跟他聊聊聊 聊到後來就是 就是他是不是要分手 但我覺得 那你分手你給我一個理由 我說 是我哪裡做不好嗎 是我給你壓力太大嗎 是我把你逼得太緊嗎 可是我們 也還好啊 就是上班晚 下班大家吃吃飯 開心 還是你覺得我們兩個 相處時間太長了 你需要多一點空間 我把任何 我不知道 就怎麼樣 想 任何的方式 任何的理由 也都說不過去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去他家找他 我就去他家 然後他開門 看到是我 他有點嚇一跳 然後我就看著他的眼睛 我這樣直勾看他 我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看他的眼神 沒有不愛我 我說你沒有不愛我啊 我感覺出來你沒有不愛我啊 你為什麼要逃避我 然後他也都不說 然後後來隔天他去上班嘛 他上班因為我沒有他家鑰匙 我心裡想說 我出了這扇門 我也找不到他了 然後我就帶他家 就他一開門進來看到我 還有他是這樣丟一下那種 然後我說嘿 嗨 有沒有覺得很煩啊 你也蠻調皮的 不是因為你要 所以你帶你一個整個晚上 一整天 一整個白天 從晚上到白天 然後到晚上這樣 我想說就是 打個招呼這樣子 就是 就是像我們平常會玩的這樣子 所以他進來我看到嚇一跳 我自己心裡也清楚 然後我就說 嘿 嘿 有沒有覺得我很煩 然後他說 好像有一點耶 我當下 他講那個有一點的時候 我就 那個心 全部碎了 我就知道了好 而且你在那邊看 你有沒有看到 什麼 有沒有其他女生進來 後來我就 我就走了嘛 走了之後在當年 當年的 可能我們分手在夏天 當年的冬天 他跟他的前女友 結婚生小孩 那對我來 我後來我 結婚然後又生小孩 所以已經懷孕了 結婚然後又生小孩 然後生小孩 不在我們那個時期 應該是這麼講 我後來這整個分析下來啊 就是 他跟我在一起是真的開心 可是他可能想要結婚成家立業 那我也 我是個藝人 他的爸媽可能比較 也比較不能接受 傳統一點 然後他也可能會想到說 我也正在起步 如果他跟我提結婚 我一定也是拒絕的 對 所以他應該會去選擇一個 不會拒絕他的嘛 而且適合他結婚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你可以直接跟我說 你不要讓我猜 因為那樣子會讓我覺得我很自卑 是我哪裡做錯了 我是不是什麼不夠好 我那個情商我真的走很久耶 我每天想到我就是哭 每天一直流眼淚 而且我從來沒有這樣在殺 就是分手後再殺去人家家裡 因為我覺得分手講清楚 沒了就是沒了 可是你沒有給我一個答案 我不知道我能再做什麼 我下一次我遇到一個男生 我可以再為他多做些什麼 可是男生是會覺得說 我已經做到這樣就是分手了 你為什麼還要我說出來 有的時候真的答案會很殘酷啦 那我看過我男生的例子 東講西講講半天 彼此生的原因是什麼 就沒什麼嘛 他就是膩而已嘛 他就是膩了嘛 那你會說不會啊 他眼神當中對我有愛啊 他眼神是有愛 可是我講的例子 他對你的身體膩了嘛 很多 我跟你講 這個話很殘酷 但是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 也有吧 我沒有 你也有 我就沒有 你也有對不對 小春 你看這些人 你看 現在他們又在講謊話 小春 小春 真的沒有耶 有的時候 他會大鬥 他可能有喔 他應該常常會蜜 那就說嘛 好 那這種答案不能講 因為這個太禽獸了 對 對啊 可是這又是那麼的真實 可是講出來又顯得你這個人 實在是太... 可是你看我已經淚眼汪汪一直求你 你告訴我我做錯了什麼 可是有時候沒有做錯 你沒有做錯 我以前有一個女朋友 我也是跟她說我們分手 然後她說為什麼 她追我一個禮拜問我說為什麼 我真的講不出贏 這就是玉琳哥講的 就是沒有感覺了嘛 沒有感覺 就是沒有感覺啊 對 但是講膩了 你至少想說我就沒感覺了 對 你們就說沒有啦 就是我的錯啦 不是你的錯 男生如果說我對你沒有感覺了 至少要講 你們買單嗎 買單 沒有 沒有 那這種話很沒水準 怎麼會沒感覺啦 不是 你今天敢講 相處都好好的怎麼會沒感覺 你今天敢講我就買單 沒感覺 OK好 總比你在那邊 不講不講 我認為是我自己的錯 這樣我會更難過 你說沒感覺 那我會幫你說你就王八蛋 對嘛 算了 他不想被你罵我 那我就講嘛 你們敢做這樣的事情 幹嘛不承認 是不是 那就寧可選擇當駝鳥 你就要當個聖人 我想跟你分手 我玩膩了 我不跟你講 讓你覺得是你的錯 哈哈哈哈 我再去把殺一個女生 你們這樣對嗎 其實反正不死 人自私 但是你這樣子 很多 很多女生 我不是你男朋友 很多女生 因為這樣自殺 你去給他罵好不好 請你們救救在那邊笑你 你去給他罵 可是也不是只有男生這樣子而已 女生也會啊 女生也是會被刪過 女生的眼神是怕什麼 我受殺你是不是 是 謝謝 那麼緊張 好